近秋季同时不忘扬身肚秋 中国当代水墨名家曾建勇首度在台湾举办各展 他的作品去年曾经在舒复笔拍出了将近台币五百五十万 而这次展出的是新作品以动物还有风景入画 一片画作看去色彩淡雅 主角人物或动物眼睛却大的亮眼 曾建勇的水墨画突破一般对水墨的理解和想象 就连作画方法也大不相同 他是从反面作画 1971年次的曾建勇在中国大陆 目前是具有相当地位的当代水墨画家 除了画风读书一格登上艺术市场也有不错成绩 像是这一幅头号人物布道者三号 就在北京保利拍出近五百五十万台币成绩 超过预估低标的两倍以上 这是当时我头号人物系列的一张 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包括尺寸也是最大的 这张画其实一个女孩子捧了一本黑色的书 若有所思 然后头戴的花黄 会吸引的一些牛飞过来 然后现在传播了一种美好的声音 这次曾建勇在台湾的首都各展 命名为应许之地 化妆人物手捧的黑书可以看作 隐喻成圣经 也因浓重色彩成为画作焦点 之所以带有宗教意涵 这是来自他的信仰背景 比如说首先我采用三年画的方式 其实跟基督教这种绘画 经常也有这种几年几年的绘画 借用他们这种形式 这是一点 第一点就是他设置了一个 四色而灰的摩灵两可的一种 类似梦境的场景 题目就是当白天成为梦 手里拿了棚黑书 还有一张白色的纸 这种一黑一白 白天跟梦 这种互相对应 他的画作也带有幽默同趣 像是这一幅以户外踏心为题 女孩穿着现代的比基尼 男孩手持手电筒照明 都让人玩耳一笑 古代人或山水 其实他就生活在这个山水里面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过客 去玩也好 去露营也好 这就是我对这个现代人在风景里面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体现 那你以前dating的样子吗 当然我们你们没有吗 中国大陆水墨市场反应热烈 在台湾也有不少藏家对其身感兴趣 论公笔记法和意识形态 都有崭新表现的曾健勇 以大陆当代水墨代表家之一的身份来台探路 除了满足藏家期待 也为台湾一谈开拓更多视野 谢谢张珍女学号曾报道 希望透过这个小时的节目 你也能发现生活中的小小幸福 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